今天是旧金山 2022年的3月6日 不是那么看冷啊 昨天听广播上面提天气一报 还会是一个比较冷的一天 但是明显或者我穿的多吗 我今天穿的明显比上次出来的多 大约是前天早晨 五点多凌晨五点多 我的心脏特别不舒服 当时是熬夜 弄一个祖母会议的一个记药 后来心脏有点不舒服 因为那天有点冷着了 那天也是后来去 去领食品吧 结果那天天气预想的 就是说我估计的这个天气太乐观了啊 很冷那天我穿的很少那天冻着了 到食品发发站呢 看到他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开会 然后导致大家等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好多 每次我去的时候都是赶在要结束的时候去 这样就不用排队嘛 结果上次去的时候等了好久好久 也都冻透了 风还大还冷 穿的还少 那天冻着了 反正也没怎么吃东西 再加上熬夜准备 Zoom的会议纪要 因为在Zoom那位在硅谷生活工作的朋友 她的孩子不是转学吗 在Zoom会场上我没有更多的机会 直接给她的太太翻译成中文啊 我就想会后呢弄 结果还有点早晨五点多凌晨五点多 就心脏突然不舒服 当时起先是感觉脑袋空 感觉脑巴顶往下这一块脑袋的这个内核 好像变空了 之后感觉胸口有点发紧 胸口紧 然后胃里边也有点恶心 隐隐的呕吐的感觉 就好像好多年之前 中美馅的那次啊 感觉有点反胃啊 以前我也出现过这样的症状 胸口发闷呀 脑袋有点眩晕呢 对还有点脑袋眩晕 但是那天凌晨是这些症状同时发生啊 那些症状同时在我身上出现 后来我都一下子跪到了地上啊 然后就觉得反正脑袋也不得劲 胸口也不得劲 胃力也不得劲 就是各种不舒服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要挂呀 就把微信里的钱还有一千四百三十多 我都给大宝转一千四啊 我并没有都转 因为之前我在拼头多上 不是给国内的家人买的手机屏幕的那个出屏笔吗 是先用后付的模式啊 也就是说那个笔收到了 但是他还没有自动扩款啊 大约三十元左右嘛 所以我想我就是我挂了的话 那么我得保证能够把这个拼头多的钱给他留出来啊 然后同时呢 我也在最难受的这稍稍缓解 稍稍缓解之后呢 我迅速的把整理出来的文稿呢 给那位朋友就是建的微信群发了一段 我没有弄完啊 后来我就简单的留了几句 告诉医生 我说大体就这么多吧 我没说我身体不舒服啊 然后孩子那边呢 大宝那边我就跟他说 我说爸爸身体不舒服 我说你把这个收起吧 他有点害怕了 他说你回话 你你怎么了这样的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个心脏有点不舒服 怕是要不行啊 然后大宝跟我说了好多 说你要挺住啊 要去医院呢 怎么着 后来我就趴在床上 趴在床上 当时也感觉 我不知道怎么样好 但是后来趴在床上 就感觉这个 身体这个 腿这个肌肉在抽搐这样 一抽一抽的 就是控制不了这种的 反而后来过了一会儿 慢慢的就缓解了 就活过来了 觉得还挺庆幸 就是并没有 被老天收走 也很感慨吧 再次也提醒各位朋友 要注意身体 不要太劳累啊 不要想着把一些事情都很快的处理完啊 因为人生这个过程 我们有的时候需要 劳逸结合啊 自己就忽略这一点了 想象也挺后怕啊 还是感谢老天吧 没有 当时把我收走啊 给我宽限的一些时日 后来我在 美国这边的油管啊 什么的分享一些 还有国内的频道 分享自己的一些感触啊 就是珍惜吧 好吧 就是这样了啊 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